哈喽大家好,我是此梦千尋 本期视频呢分为这两几个部分 第一部分呢是模态分析 然后我们计算一下这个电容的参数 然后再计算一下电稿的参数 电稿参数的话会比较复杂 大概能算出两个 哦不对,可以算出三个 分别是这个直接按照这个文波计算 和这个CISM和ISM 好,下面我们开始 首先呢是模态分析的部分 模态分析的话 BOOS变换器比较简单 只有两个模型 第一个模态呢就是说 这个管子导通的时候 这个电源会直接给这个电感充电 经过这个MOS管给电感充电 然后构成一个这样的回路 然后呢相当于说电源电压 直接在电感上 然后呢电感电流的波形 是一个上升的波形 这个时候呢这个二级管是不导通的 因为我们这个深压变换器 这一点的电压在文态的时候 会高于这一点的电压 然后这个管子是不导通的 所以我们的回路是一个这样的回路 然后的话 它的电流上升的斜率的话 电流上升的斜率就是 LDI-T等于VG 然后VG除以L呢 就是它的这个上升斜率 好,另外一个模态呢 是这个MOS管关端的模特 MOS管关端以后呢 就是这个电感和这个电源 会经过二级管 给电容还有负载充电 然后呢因为这个这一点的电压 相当于说是电感电压加上电源电压 所以呢我们这个变换器能够做到一个升压 这个呢就是BOOS的变换器的基本原理 那具体分多少电压呢 需要经过这个浮秒平衡原理来计算 所谓的浮秒平衡原理呢 是这样的 它在这个放电的时候的 电感放电的时候的节率 应该怎么计算呢 就是说 呃当放电状态 这一点电压是电源电压VG 然后呢这一点电压呢 是可以认为是 这个输出点压VO 然后呢 它这个点的这个电感电流下降斜率 就是LDIT等于VG减VO 这个呢是它的下降斜率 计算得到下降斜率以后呢 我们我们知道在稳态的时候 这个电感上升的电流和下降的电流 应该是那个DeltaI的那个词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电流从R1上升到R2的话 那我们在充电状态 上升的这个电流呢 就是DPS乘以VGVL 就是说管子导通的时间 这个D呢 暂控比TS是排关周期 DTS是管子导通的时间 导通的时间乘以上升斜率 那个就是这个DeltaI上升值 然后呢我们再有一个下降值 下降值的话就是下降斜率 乘以这个管子关断的这个时间 然后呢我们就得到了这个下降了多少 这个第二台 可以看到这边呢 这两个符号是不一样的 VO-VG 这边呢是VG-VO 我们知道这个VG-VO呢 它是一个铺子 然后呢你这边呢 为了让它们形成一个等式吧 它这个符号又给它加回着 然后进行公式推导 公式推导的话 就是TS两边消掉 然后呢 L同时乘以两边 然后把L给消掉 然后公式就变成这样 呃变成这样以后呢 你把这个VO给提取出来 然后把这个DVG和这个这个部分 合到一块 然后我们就得到了这个输入输出关系 输出输出关系呢 就是VG-E1-D 就可以得到输出点压 所以呢 这个E-D 我们知道它一定是小于1的 然后呢 VG-E1-D 我们可以得到 输出点压一定就会大于输出点压 这样呢 就完成了一个升压 我这边之前设计呢 是按照输入电压100 就是VG-E1-D 然后输出200来计算的 所以呢 我们的本块的 掌控比值是0.5 我们看到这边是0.5 然后我们的这个电流呢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上升下降 电流是一样的 然后呢 我们的上升斜率 看到这里 Data Y-Data T 然后呢 大概就是在 这个值 是多少 C68.653 每毫秒 然后呢 如果我们计算一下的话 VG-E1-125 1-6 就是我们现在的电感 大概就是在800K 那也就是 我刚刚那个是800K每秒 跟这个C68.653 每毫秒 基本上是保持一致 它不一致的地方 其实就在于 这一点的电压 并不是0 在这个管子导通的时候 这点电压并不是0 因为的话 这个MOS管是有导通俗抗的 如果它的电流呢 会在这边形成一个压降 如果这里是0的话 这边呢 就会是一个比0略大的值 所以呢 我们算出来这个斜率呢 会略小于800K 你看到这边 是略小于800K的一个值 好 那我们这边就完成了 这个模态分析 好 下面我们来考虑 电容C的计算方法 电容C的话 其实也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说 你在这个管子导通的时候 构成一个这样的回路 此时MOS管是关断的 负载上的电流 完全由电容来起工 如果用公式表达的话 就是C-DU-DT等于IO 好 那我们根据C-DU-DT等于复载电流IO 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数字 DU呢 就是我们的电容电压伦波 那我们改一个字母 改叫DETA VO 然后呢 DT就是管子处于导通创量的时间 那就是DTS 那我们把这个DT看到这个IO这边 然后C读过来 然后就得到了这个电容电压伦波的表达式 然后呢 把C和DETA VO换一个位置 我们就可以直接通过希望的电容电压伦波 来计算出电容的大小 好 那下面我们来考虑这个电感L的计算方法 首先呢 根据电感电流连续 可以把这个工作模式分为CCM模式和DCM模式 呃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DCM和CCM的这个临界点在哪里 DCM和DCM的临界点呢 就是说 这个DETA 这个电感电流伦波值 刚好等于这个 它的这个平均值的时候 就是处于这个电感电流的临界连续状态 也就是说 这个是DETA的话 二分之一DETA I等于这个平均值 那根据这个我们就可以列出计算 好 那么刚刚我们讲的是处于临界状态 那如果我们想把它设置在CCM模式 也就是连续状态的话 那么二分之一的DETA 二分之一的DETA要小于这个出入电流的平均值 也就是这边的IG 然后我们按照功率守恒 我们把这个IG呢 换一个表达色来系 那VOIO等于VGIG 就是说输出功率等于输入功率 所以那VG又等于1-D倍的VO 也就是刚刚我们推的这个关系式 那我们的IG就可以表达成IO除以1-D 然后我们二分之一DETA L呢可以写成这种形式 就是说二分之一VG除以L 然后乘以DTS 就是刚刚说的这个电感电流的上升斜率 乘以它的上升时间 好 那我们综合这两个式子呢 就是说这个不等式会变成这样 那L呢 我们就让它保持还在左边 然后这个R传到这边去 然后VG比PS到这边来 然后呢给它翻一个个 L大于这个值 大于这个值以后呢 VG我们知道 可以又可以表达成1-D倍的VO 那我们这边有两个1-D 1-D呢现在有一个平方了 1-D的平方倍的VO 再乘以DTS 除以两倍的IO 那我们VO除以IO呢 就会变成RL PS呢 我们把它翻到下面去 变成FS 也就是开关频率 那我们最后呢 得到这个值子 只要L大于这个值 我们就可以发现 它会处于这个连续电流模式 刚好等于呢 就是处于这个临界值 这边我算了 这边这个是ALC 对吧 刚刚这个表达是打到这个Metalive0 算出来临界电流模式呢 是12.5M的电感 我们来验证一下 计算结果 这个地方我们用12.5M的这个电感 然后把这个电感电流调整 刚刚新创建的这个电感 现在这边呢 是这个Branch 3 好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处于这个临界电流状态的 基本上是处于临界电流状态 好 那么处于临界电流状态呢 说明我们刚刚的计算呢 是减赛的 这个Boost变换器设计呢 一般来说会希望 大功率的时候 会希望把它设计在这个CCM模式 因为如果你工作在这个DCM模式 比如说它这个放电特别快的话 那它这个波形 这样子直接下去 如果它还要保持这个电流 这个电流是不变的话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个电流呢 这个峰值肯定会超过40M 那我们不希望呢 它这个峰值太高 这样子的话会贵管子的要求 那会变不高 所以一般来说会希望设计在 这个连续状态 那我们看看这个10M的电感 是一个什么效果 你可以看到10M的电感的话 它这个电感的峰值电流 立马就上去了 超过了40A 那这就对我们的这个功率器件 还有这个磁性元件 电感 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所以呢 我们一般会设计在CTM 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 CTM模式的这个 临界电感组的追导 CCM和DGM 出去 这边我们又会有两种 根据这个电感电流 是否始终大于负载电流 会有一个这个 CISM和ISM 给大家看一下 大概是什么意思 好 这边呢 我又复制了一路 boost的变换器出来 然后上面这一路呢 我把这个融电感的感量 调成15秒 直接呢 调成30秒 那上面这个 它会工作在所谓的 部分电感放电 这个呢 会工作在完全电感放电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波形 呃 你可以看到 这个工作在 所谓的部分电感放电 模式的时候呢 这个电容电压的这个 风风度 GVA超过两幅 我们刚刚计算是认为 这个电容电压会小于两幅的 电容电压的纹波会小于两幅 说明什么呢 就是说你这个电感的感子 它影响了你这个电容电压的纹波 然后呢 它这个电容电压 开始下降了这个点 也是值得关注的 看到这个瞬间 这个电容电压开始下降了点了 正好就是 就是这个电感电流小于10安 小于负载电流的比例瞬间 电容电压开始下降 就是说什么呢 这个电感电流呢 当它小于这个负载电流 10安的时候 那就会出现这个电感 和这个电容 同时给负载供电的这个情况 那我们这个呢 就叫做负载电感放电过程 因为呢 它电容参加到了这个放电过程中来 相当于我们的这个放电模态呢 会被分成两个阶段 一个阶段呢 是这个 完全由这个电感来放电 然后呢 电容呢 是处于这个充电上的 电容电压负载上升的 然后在这个一瞬间 在这一瞬间呢 这个电容电压开始下降 然后呢 电感电流开始下降 就相当于说 他们两个同时在给这个负载供电 那当我们 把这个L呢 再设置下一点 它会进入这个完全电感放电过程 这个时候呢 可以看到这个电容电压的门波 就是刚好就是小于两幅的 或者在 直接就在两幅附近 这个呢 就跟我们刚刚设计的时候 这个思考是一样的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电容电压 开始放动的这个点 刚好就对这个电感电流 开始上升的这个瞬间 也就是说 在这个全状态 在这个放电的这个整个过程中呢 这个电容都是属于充电状态 然后呢 它是始终大于10产培的 就是说这个负载电流 始终由这个电感来提供 然后呢 这个就叫做完全电感放电模式 这两个模式 电感电流的这个 电感感量的这个临界值 是这样的计算 也就是说 我们这边有这样两个式 电感电流的峰值 这ilp呢 是等于电感电流的这个平均值输入电流 也就是ig 加上1 2分之1 data il 那它这个骨值呢 il value 等于这个ig 1 2分之1的data il 那当这个值它等于这个 负载电流的时候 就是这两个完全状态和这个部分状态的这个零件值 那好 那我们来求一下这个状态下的这个电感感量 然后呢 只要 我们的l 比这个 求出来的这个电感感量要更大 那我们就可以 只它工作在完全电感放电状态 然后呢 此时这个电容 电压的吩波 跟我们的电感感量 就没有关系 就跟我们那个最初算C的时候 考虑的那样 好 那我们下面来看这个推导 那这个ig呢 它可以有这样一个关系 il除以1.d 那这个呢 是可以靠这个功率手 好像给它求出来的 然后这个datail呢 很容易 就是说我们刚刚走过的这个vi 除以l 轻易dts 嗯 然后继续下一步 嗯 这个 这个io 然后这边有一个io 然后我们在这个式子的两端 上下同层于io 然后的话 我们把这个vi vi到这一步呢 会改成这个1.d的vo 这样呢 我们这个vo除以io的话 就可以变成负载电子 然后呢 那这个io我们把它两边同时处以io可以把它全部消掉 那这个时候式子呢就变成了1.d分之1 io消掉 然后这个地方io消掉 然后vio除以io变成这个负载电子 r 然后这边io也是消掉 好 然后再把这个式子整体到右边1.d分之1.1 搞这边 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l 这边呢只是做了做通分啊 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把l给抽出来 最后呢 抽到这个l是等于1.d的平方乘以r除以2倍的fs 那这个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完全模式和这个不完全模式的这个临界电感感 那我们设计的时候呢就可以直接用这个公式 就是刚刚这个球的公式来算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抽到这个临界电感感量是25mL 那这边我设的是30mL 然后这边呢15mL 刚好是一个是完全放电模式 这个是完全放电模式 如果直接按照电感电流的纹波计算的话 那就那就最简单 直接是l.d.d.d等于这个vg 就可以计算了 也就是我们的这边这个式子 然后呢 我如果我希望这个电流这个电感电流的纹波百分比是多少就是多少 比如说如果我希望它是20% 那我们就可以算出来等于125mL 就这个 这个呢 就是我们那个那天最早 最早用的这个数 然后它的电感电流纹波 可以控制在这个4安培 也就是20安的20% 那这种呢就是最简单的 有时候呢我们会要求电感电流纹波 但是呢这种要求其实是不必要的 因为我们不词变换器 它相当于是我们想要的 就是那个升高的电压 具体呢这个电感电流的纹波呢 是多少并不关心 然后这个百分之多少 比如说我们电感电流设置为20% 这个呢也是自己随便说的一个数而已 这样呢就会导致导致什么情况 就导致这个电感设置出来的值偏大 你可以看到这边是125mU的电感 然后呢最后这个波形呢是这样的 电感偏大以后呢有不好的地方 就是说这个选择器头 它这个波形会变得比较容易震荡 你看这个小电感的时候 小电感的时候这个稳定的速度就比较快 好这是一个原因 然后呢还有另一个原因呢 就是说如果你现实中设计这个电感 你这个感量越大 它肯定说是这个你不要让它扎出去越多了 这会导致你这个用盆量的增加 那这也是我们不希望的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拜拜